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架上有一包有机脱壳花生 很多人会问这个要怎么做 其实它可以卤可以炒 可以做甜汤或咸汤 不过拿它来做盐炒花生 非常的好吃 所以我做示范料理给大家看啰 首先你看到平底锅 不用加油 直接我们那包干的有机脱壳花生 倒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你记得要让它均匀 注意听声音啰 我听到这个碧架声的时候 我才把盐倒下去 其实就不用用太多盐 因为这是一包有机脱壳花生的量 所以也没有很多 如果你一次炒好几包的话 你的盐的分量就要相对的增多 因为盐是你在炒花生的时候 它热传导的一个介质 避免你的花生烧焦 尽量让花生可以均匀瘦了 所以我在让它慢慢加热的过程 我把它铺平或者是用甩锅 或者是用铲子 去让它可以达到均匀的效果 这样子大概炒15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你可以吃吃看生花生跟熟花生的味道 你一定吃得出来 然后熟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倒出来 等它放凉再把它装在密封的瓶子里 我那天在战所的时候啊 我们很可爱的社员立真 他就说 这个花生真的是超级好吃 他一个人炒 然后吃掉一大半 他自己都觉得好有罪恶感 可是虽然这么讲啊 他还是把我们架上剩下的那一包 给带回家炒了 所以我就决定要把这个美味的盐炒花生 交给大家 我们一起试试看 下次见咯 拜拜